不做选择,也是选择,明知不会有好的结局,可为何那么多人在坚持着,可能都相信神话,总以为会出现奇迹,人活着,便注定了这辈子的奔波与劳累,有太多的选择与无数的十字路口,这些太多的背后,我们只能选择让兴趣承受,学会沉淀,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, 当有两个选择摆在你面前时,要去选更有想象力的那个,要去选更难但正确的那个,要去选更有机会,让人生发生质变的那个,静静选择,选择该选择的,一望该一望的,是让生命若水,静静的看那流淌的一红精彻,大多数人是因为害怕孤单而去选择伴侣,但真这样的孤单是精神上的,许多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, 草率的选择了伴侣,结果却发现,两个人在一起竟然比一个人的时候更加孤单,当我们惶恐的根据自己选出来的答案继续向前走的时候,可能目睹别人因为选择了和自己不同的答案而失败,会庆幸自己做对了,自信的走下去,也有可能看到了,别人因为选择了其他答案获得了成功, 会后悔自己的选择,却在无退路,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走,很多时候,宁愿被误解,也懒得去解释,在时光的岁月里享受温暖,也在留言里忘记花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